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是跟着父母在草原上度过的 而新疆军区白哈巴平房林 三号借标执行哨所的解放军叔叔 开设的爱心驿站 则是我们这些牧区小朋友 最喜欢去的地方 在爱心驿站 解放军叔叔就是我们的老师 正在上课的这位名叫郭君化 是位大学毕业生 在我们心里 他是这个草原最厉害的老师 他能教语文 教数学 还能讲历史 讲政治 每到课余活动的时候 郭老师还会带我们下围棋 看电影 玩游戏 感觉挺好的 虽然我们这边教学条件相对简陋一些 但是孩子们的上课热情非常的高 每当他们的眼神聚焦在我这个老师身上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明天我们继续来上课好不好呀 好 在草原 当老师可是个辛苦的工作 有时候因为下大雨 爱心驿站会偶尔停课几天 等雨一停 郭老师就要挨家挨户的通知复课的消息 整整一天他都要在马背上来回奔波 爱心驿站不仅是小朋友的课堂 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会定期赶来 学习最新的边防政策 虽然草原上有哈萨克族 维若尔泽还有蒙古族 但这都难不倒语言大拿德列克老师 他会耐心地为大家进行翻译 目前爱心驿站的配套事实正逐步完善 能为牧民提供的生活便利将更多了 现在我们利用爱心驿站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为牧民宣传边防政策法规 在促进居民关系的同时加强边界管控 现在阿赫库勒特克草原上的大事小情 我们都愿意去找爱心驿站帮忙 家里有人生病了 驿站的军医就上门服务 谁需要剪头发了 驿站的老班长不输城里的美发师 我也跟着驿站的老师们学会了包包子包饺子 下次全家聚会 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刻 就在不久前 我们几十家牧民 还与哨所的官兵 一起举办了雨水情军迷运动会 跳绳 搬手腕 还有摔跤 欢快的气氛仿佛让草原的风 都有了甜丝丝的味道 通过这些年的双拥共建 我们哨所官兵和牧区牧民的关系 已经非常融洽 把我们当作亲人来看待 希望以后可以为牧民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下期见